系统在吗 在的宿主 我要使用真话卡 好的 请问此卡对谁使用 立马对张三使用 真话卡使用成功 使用期限 一小时 小姐姐 看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张三我问你 那八千万赃款 你藏到哪里去了 我 我把钱藏在国外的银行吧 什么 国外银行 怎么会这样 我的舌头为什么不听大脑的舌盘 我居然把打死都不会说出来的秘密 就这样轻而易举说得出来 张三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假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 我怎么可能会把真的告诉你们呢 我还真以为这小子 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呢 看来我想多了 他只是一个外卖员而已 怎么可能有那个本事呢 小姐姐 我想得到的答案 绝对是真的 因为他没办法在我面前撒谎 而你想要的答案 却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你没有这种 让他说真话的魔力 看好了 别眨眼 张三 现在当着我们的面 把你在国外的银行账号和密码都说出来 我的银行卡号是 第一层密码是520134 第二层验证密码是449448 天啊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为什么连这个都能说出来 我是疯了吗 快 快去登陆这个银行账号 看看那八千万在不在 好的 美女 愣着干嘛呢 输入密码啊 说不定还会有额外惊喜呢 对吧张三 怎么办 账号是真的 密码也是真的 一旦验证成功 我存在里面的钱可就全没了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金额可不止八千万啊 这该死的外卖牢 牢子一定要将你碎尸万顿 请输入密码 账号密码验证成功 正在加载安全插件 请输入保险密码 密码居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是说了吗 伤三在我面前是不可能撒谎的 死外卖牢 老子和你不共带天 你就使劲喊吧 小姐姐 继续输入密码 看看里面的惊喜 好的 保险密码验证成功 欢迎您 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账户登陆进去了 我的天了 可用余额居然是 两亿五千五百五十万 外卖小哥 这就是你说的额外惊喜 不错 这个账号放着的 是张三这些年 干坏事所得来的全部家当 这一次我们把他老底都给抄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没想过在道上混了这么久 今天会彻底输在我这个外卖小哥手里吧 你他妈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为什么会这么牛批 你好好的外卖不送 闲得慌跑来弄我干嘛 我真是被你害死了 你连孤儿院的善款都偷 你还有脸哭了 今天小爷弄你 是梯天行的 为民除害 这外卖小哥那嬉皮笑脸的外表之下 居然藏着这么一颗富有正义感的心 谢谢你 谢谢你帮那些孤儿院的小朋友 追回了善款 我去 我居然还是逃不掉又被亲的命运 我也太难了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获得神秘隐身卡一张 此卡一旦被使用 宿主将获得总时间为一小时的隐身异能 隐身术 这也太牛了吧 麻烦小哥请帮我带一包姨妈爱吃的纸面包 唧唧唧 备注整这么隐晦 一般男生哪里看得懂 幸好小爷我有经验 呦 配送地址居然是华海广场三楼女卫生间 靠 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进去啊 要不我在门口等等 有女生来的时候帮忙带进去不就得了 问外卖小哥你怎么还没来啊 你再不来我都快晕倒了 那个小姐姐 我在卫生间门口都等了十来分钟了 可是一个女生都没有 这叫我怎么办呀 那你就直接进来把东西给我啊 真是的 这层楼在装修生级 你就算等一个小时都不一定有人来的 不行啊 我要是直接这样进去的话 被人看到会认为我是耍流氓的 我给你做正不就行了 你再不进来我就给你差评了 好吧 我豁出去了 小姐姐 你要的纸面包送达了 快给我 小姐姐 那我先走了 祝你用餐愉快 你才在卫生间用餐呢 吃什么 那我祝你用金鱼快吧 拜拜 天羽 丽 你怎么从女卫生间跑出来了 静静 怎么办 我该怎么解释 静静 我说 我刚刚送外卖到女卫生间 你信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 谁会在女厕所开餐 我送纸面包呢 你懂的 有个女生下了订单说 要我赶紧给她送姨妈爱吃的纸面包 这里半天也不来个女生 我也是没办法才进去的呀 你早这样说不就好了 幸好你遇到我了 要是遇到别人 一定会说你是个变态呢 我跟你说 那女生在里面等了大半个小时 估计蹲的脚都麻了 你好坏 还笑话人家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神级医术技能 神级医术 这样一来 我岂不成了小神医了 系统大网牛皮